由花蓮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主办的2020高校放青春 市长杯街舞大赛即将在9月12号在文化局演艺厅登场 理事长黄新驰和花蓮市民代表会副主席李正伟一行人 特别前往花蓮施工所来拜访 邀请市长为家贤共襄盛举之外 也希望施工所能够协助社群媒体进行宣传 让全花蓮热爱街舞的学生都能又有机会一展长才 以舞会友 市长杯运动赛事在天一项花蓮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 为了让高中生可以培养健康的休闲运动 也特别和施工所合作举办了街舞大赛 市长沃丹仁表示 从他上任以来延续过往许多市长杯体育赛事之外 也增加了战斗陀螺 期待生存还有沙滩排球等项目 这次更感谢花蓮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 可以主动要办理市长杯街舞赛 让花蓮市的运动生活可以更加丰富 我们花蓮非常多的孩子 有非常多特殊的一个运动兴趣跟运动项目 那其实在街舞的部分 过去一直以来有很多很热心的一些老师 也教导学校的社团 在做运动舞蹈 还有一些舞蹈的一个展演跟活动 那我们希望借由比赛的过程里面 能够刺激这些孩子们有一个方向跟目标 所以我们结合了我们花蓮市境内的几个舞蹈社 跟我们的一个青年的一个社团 来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让更多的孩子 有更多的不一样的兴趣 除了篮球 棒球 累球 还有一些跑步之外的 还有舞蹈 那我们希望把这些兴趣结合起来 变成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城市 让每一项的运动项目都成为 我们每一个孩子最喜欢的一个运动 所以我们这次也结合我们一些青年朋友 来办理相关的活动 第一次尝试 也希望能够得到家长跟孩子们的认同 那我们会持续 如果成果良好 我们也持续来办下去 2020高下放青春市长杯街舞大赛 预计9月12号星期六下午2点开始 在文化局的演艺厅登场 单人竞赛组有儿童组和青少年组 团体赛则是以学校社团为单位来进行比赛 目前团体组报名额满 单人赛还有名额 各组优胜也都会颁发奖金 欢迎喜爱街舞的青少年朋友赶快报名 除了参加比赛的队伍之外 活动当天花蓮各高校也都会进行 联合表演 乡亲民众如果有兴趣当天要购票入场 从下午2点到晚上9点 只需要100块钱票价 十分划算 高上放青春市长杯街舞大赛 赞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